我們現在來到丹尼町的火車站這邊 然後它車站其實很漂亮 可是它目前在整修 所以我們又沒有快要它很漂亮的樣子 然後丹尼町火車 裡面還是很漂亮 然後它這邊的二樓啊 還有一些museum啊 gallery這樣子 現在黑黑它這個火車站二樓啊 前面這個展色就是sports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gallery 這裡真的是非常的英國風味 它這個gallery裡面的話就是有在賣的 所以看到這個號碼 可以看到它的價格是多少 然後它這裡也有一個比賽 然後是用讓我們投票 我們是泳川旅館 現在有在那個丹尼町的火車站這裡 然後後面是因為它在整修 所以它用這個布這樣子圍起來 其實很漂亮 然後它前面還有這個草皮 我現在在逛丹尼町的farmers market 然後它這邊的賣很多蔬菜水果啊 還有熱食啊 很多東西吃 然後它這邊只有開禮拜六的早上八點到中午 那今天我在紐西蘭這裡呢 來到了丹尼町這個城市 它就是在南島的第二大的城市 就是第一大是基督城 第二大就是丹尼町了 然後它這邊的建築都非常有英國的感覺 人家也說這邊是第二個蘇格蘭 因為它就是蘇格蘭以前的人 移民過來這邊所建立的一個城鎮 所以這裡的建築都是這種風格 好像來到了英國一樣 然後它這邊也是一個港口的城鎮 所以邊上都會有很多海鷗的叫聲 然後這我看到這個就是聖保羅教堂 然後這個就是八角廣場 這裡 所以八角廣場不遠的地方啊 這裡走路大概五分鐘的地方 就有另外一個第一教堂 這個也是很漂亮喔 也是一個非常多人來的拍照點 然後在車站的旁邊呢 它就有這個Otago Museum 所以我現在是這邊站 它的一樓這邊有展示一個火車 然後那邊有禮品店 然後旁邊還有Cafe 然後它這個museum是可以拍照的 所以它這裡就是入口的地方 所以它這個museum裡面啊 就是展示一些他們以前在Otago的一些歷史啊 文物啊之類的 這個就是Otago Settlers Museum 然後它這個建築外觀也是很特別尖尖的 它就是在Danny經火車站的旁邊而已 我們走到大學的附近 它這裡又有一個很漂亮的教堂 叫做Nox Church 很美 然後我們今天午餐就來吃它的教堂 對面這一間Buster Green's 它就是我在網路上去找 然後有一些人回去 然後它也是在大學的旁邊 它這邊的餐點啊就是比較像是早午餐之類的 像是有半奶迪克蛋啊 然後有French toast 然後還有一些咖啡飲料 我點了這個Turkish Egg 跟一個冰拿鐵 然後小球點了這個是Buster Breakfast 小球點了抹茶拿鐵 然後他說那個不好吃 他說有一個中藥味 然後又不甜 我的這個拿鐵是還OK 這大家看起來很厲害耶 我這個就是有半熟蛋 然後鷹嘴豆跟一些醬 還有一個麵包 我覺得我點了這個Turkish Egg 很好吃耶 因為它這個麵包烤得很酷 然後又再上那個醬 真的很好吃 然後吃完午餐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Otago門店 就在這裡 它就在Otago University的旁邊 就在這裡 它這個Otago Museum呢 它是免費的 跟剛剛那個移民局的MVM也是免費的 然後它可以抖內 看你要抖內多少錢都可以 那它這裡有幾層樓 每一層樓都是展示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博物館啊 它就是有展示一些像 People of the War 然後或者是自然景觀的 然後或者是像南方的人啊 南方地區 他們的生活環境啊 這樣是怎麼樣 然後還有下面第二樓的地方 它還有不同的 我們現在逛完博物館之後 我們來到他們的Otago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一些校區 像是這樣 一棟一棟的Building都是他們的校區 然後前面這邊是比較有名的 校區的一個Building 它這個Otago University 在紐西蘭這邊 是一個最古老的大學 也是一個很高的學府 是很厲害的一所學校喔 這個Otago University 在這邊是最古老的大學 也是非常厲害的一間學校喔 然後它這邊有名的就是像是醫療類啊 醫療科系的 真的超美的 然後從主要的那棟大樓走過來 這一路上這些小房子們 也都是他們的校區 像我面前的這間小房子啊 它也是Otago University其中的一間 這裡有一個路標到Bowling Street 它下面寫世界最多斜坡 就在那邊走上去 我們現在從市區過來這個Bowling Street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世界上最懂的斜坡 看看是哪裡 就是這一條 哇真的很陡欸 其實我們剛剛一路上走過來 右側這邊的斜坡都是非常陡 哇可是這條真的更陡欸 看看這個房子就知道這坡度有多陡了 然後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走在這個世界最陡的斜坡上 這裡旁邊都是住宅區 這比San Francisco那個還要陡欸 這超陡的欸 看一下旁邊的房子 真的超陡的欸 這一條 我們從這樓梯走上來 然後看到這個 就表示快要道路 那邊就是了 看看這到底有多陡 你看他的引擎是不是變大聲了 我們在丹尼丁這裡住的就是這間Victoria Hotel 它就是離市區走路過來大概五分鐘很近的地方 然後入口 我們住在這個三樓的房間 然後我們是兩大床的房型 然後看一下外面的view 沒有特別的view 然後它的廁所就是一般的淋浴的空間 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這裡 然後這裡有附一些茶包 茶跟冰箱 我們在丹尼丁的晚餐吃這間come first diner 吃漢堡的喔 它這裡的菜單就是有漢堡、生命日、炸物 在丹尼丁的晚上啊比白天還要多人 然後餐廳也都坐滿了人 現在是晚上八點 然後我現在在八角廣場這裡 在八角廣場旁邊的酒吧啊外面都坐滿了人 這幾間 這裡還能來這裡 這幾間酒吧 我現在在餐廳 我現在在逛這個mall 因為今天下雨了 然後我們要逛的景點 大部分也都逛完了 然後它這邊是大城市 所以它是有一些mall 賣一些不是outdoor的衣服了 也是正常的衣服喔 然後它這個mall有四層樓 然後有這些品牌 樓下也有food court 或者是咖啡這樣 然後這邊這個還有百元快檢店 這個就是百元快檢店 百元快檢店 那我們今天中午就來吃這一間禮儀市區 那邊走過來才隔一條街而已 不遠的這間雞麵 然後我們的飯店也是在旁邊而已 它這個一進來就非常的高級欸 而且有很多的位置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不同種的拉麵 然後還有飯類的 還有沾麵 還有一些小菜 然後一進來它就有熱毛巾給我們 我們點了兩個前菜 一個是唐陽雞 然後一個是菠菜 我點了這個是spicy拉麵 小小點的是鹽的拉麵 然後我們這次一樣是用first table訂的 所以有半價 然後就是要點一杯飲料 快吃 它這個肉也蠻厚的齁 然後我還加點了這個蛋 我覺得這邊的拉麵大致上來說 算是蠻好吃的 而且我們剛剛來的時候都沒有人 然後可是裡面其實都做完的人欸 它裡面有很多的味 而且我就很久沒吃到這種熱熱的拉麵 來這裡吃一下還是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小小就點了這個甜點 甜點好吃嗎 讚讚 然後大家有很多的地方 nes呢 我們現在摸西总 我們現在對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吃什麼 我們已經是甜蜜 開玩笑的 都是很甜蜜 我們來吃甜蜜 我們去喝下去 喝水 吃水 喝水 好